如果太阴心化妓了 化磕了 碰到煞了 几乎是任何一颗煞 你会发现啊 都跟我刚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甚至可能是颠倒的 甚至可能是破坏的 不是如我们前面所叙述的那么的美好 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啊 太阴心呢 它是非常非常受到情绪影响的心耀 好 我们再来讲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 关于啊 这个斗数盘上面呢 每一颗心呢 代表我们前世今生的这种联系的关系 这系列呢 就跟大家讲说啊 心盘上面的每一颗心 其实都代表是我们前世对自己的期许 或前世没有完成的事情 或者是前世我们做了哪些事情 今生我们得到了回报 就像那个佛经上面所讲的 我们今生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都是因为前世所累积 未来下一世 我们会得到什么样子的生命 就看今生做了什么 所以这一系列呢 我们谈的啊都是啊 当我们呢 把本命盘当成是今生的一个大线盘 也就是说我们有十年的大线 但是呢 如果这辈子是一个区段 因为我们有前辈子下辈子 然后这辈子是一个区段 那今生的命盘就是这辈子的大线 就好像我们在这辈子也会有十年十年 分一个大线一样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 你上辈子做了什么事情 就跟这辈子有关系的 那前面我们谈到了天良 天良是你前世呢 给予的地方 你付了多少钱在什么地方 这样子 太阳星呢是你希望要主导的 那太阴星是什么呢 太阴星哦是对家庭的看法 对家的期许 对家的念想 或是你希望对家的付出 比如说太阴星在命宫的人 太阴星在命宫的人啊 这辈子往往啊 都是非常非常孝顺的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你如果碰到有不孝顺的 其实你真的跟这些人聊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他并不是不孝顺 只是他用他的方式在孝顺 比如太阴加灵星加火星 这个十二哥 传统上面人家都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人 可是其实就是因为 他在用他的方式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太阴星如果在命宫的人 往往他都是啊 前世他是受到了很多家庭的批诱 并且他希望今生能够去批诱自己的家庭 或者今生呢 他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家庭 那在命宫的 当然在田宅宫也是如此 在田宅宫更明确就是他前世呢 完全受到家族的照顾 他希望今生能够好好的保护他的家族 那如果在其他宫位呢 比如说他在夫妻宫太阴星如果在夫妻宫的人 通常这辈子啊 他今生呢 会有不少不少的桃花的缘分 因为那是桃花星 对不对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前一辈子呢 往往他在人际关系上面 是很懂得去体贴跟照顾别人的 一整辈子呢 去照顾了很多人 所以这辈子呢 就会有很多人来回报给他 他上辈子的照顾 同样的呢 如果太阴星呢 在官陆宫或在财博宫 也会代表说 你在前世呢 在工作上面 你会希望要能够为别人多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说呢 你在这个人生结束前呢 你会觉得说 你自己过去在人生跟工作上面 你对别人不够好 对别人不够细心跟体贴 那你就会希望这辈子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好 那在财博宫上面呢 往往啊 这类的人啊 是上辈子都不存钱的 所以呢 他这辈子呢 就会希望说 自己呢 要能够把这个财守好 然后存好钱 然后能够多为自己呢 多享受一点 因为这类人他通常上辈子呢 是他钱啊 都拿去乱花 而且还不是花在自己身上 如果在仆仪宫 也会表示说 这个人呢 他在前辈子呢 对朋友是还不错的 然后累积很多不少的好的福报 所以在这辈子呢 会有很多人呢 会在他的人生中间呢 会很体贴去照顾他 那尤其是异性 太阴心在胡语宫的呢 往往也很容易跟朋友 会有很多暧昧的关系 其实那都是因为前世啊 他们有本来就有不错的关系 甚至前世本来就是夫妻 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再来如果太阴心呢 是在父母宫 那这个时候呢 通常我们的长辈啊 往往都会是我们 在某一世的子孙 那他会在轮回的过程中间呢 会变成是我们的长辈 所以太阴心呢 如果在父母宫 通常这个人啊 一方面呢 是他跟他的父亲 往往感情是很深刻跟密切的 那也有个可能呢 是他的父亲呢 可能在某一世 本来会是他的母亲 或者是说 这个人呢 他的前一世呢 他自己啊 是那个母代父子 或者是说 他自己是家中的长女 是扛起家住的 所以这辈子呢 他的父亲啊 就会如期的这样照顾他 那太阴心如果是在福德宫 往往这个人呢 他前世啊 他也是太阴心做命的人 也是会照顾身边的人 那再来哦 太阴心比较麻烦的点就是啊 太阴心是个急怕碰到煞迹的人 非常非常怕碰到煞迹的一颗星 所以呢 他相对前面介绍的太阳跟天亮 都有个状况就是啊 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情况 如果太阴心化气了化磕了 碰到煞了 几乎是任何一颗煞 你会发现啊 都跟我刚刚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甚至可能是颠倒的 甚至可能是破坏的 不是如我们前面所叙述的 那么的美好 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啊 太阴心呢 他是非常非常受到情绪影响的星耀 所以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一段 也就表示说他在前世呢 这个区段里面呢 他是很受到这种心情上面的冲击 或是影响的那相对来讲 他在这辈子的时候呢 这也就是他这辈子的功课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说 太阴心卓在夫妻宫 表示这个人呢 他过去啊 对很多的异性 给予了照护 给予了庇佑 所以这辈子会有很多异性呢 要来回报给他 那如果有陀螺心在里面呢 这就表示说啊 他在前世的那个照护 跟庇佑的过程中间呢 会引发了很多这种暧昧不清的情愫 跟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那到了这辈子呢 这件事情会同时的会影响过来 我们讲说陀螺心是你今生的功课嘛 所以到了这辈子之后呢 他的这个功课跟着带过来之后 他也就会跟这些人 会有各种各种暧昧不清的关系 跟各种各种 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问题 那这个思绪无法的清楚的厘清 那这个就会是他这辈子的功课 那当然火星可能代表 就是他当时的冲动 情阳是当时的这种太过固执 然后零星是在当时有太多太多的团算 这辈子你要学会不要再有这么多的计较 话际呢可能是当初有太多太多的追求 导致你到这辈子都觉得追求的不够 而产生了空缺 所以这个是太阴心呢 他相对前面的天亮跟太阳相对比较麻烦的地方 因为这种对人的细心呢 你需要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 你才有办法去懂得别人 可是这个情绪呢如果控制的不好 往往就会变成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在今生也会就变成是 今生所需要去学习的 跟所需要去调试的 因为太阴心的起源是在于说 这个人他对安全感的追求 那安全感呢往往有家庭给予我们 这是太阴心之所以为这种天宅族的原因 那这种对家庇佑照顾的需求 不但是他自己希望拥有 他也会给予别人 而给予的过程中间 因为我希望拥有 然后我也给你 给你其实我希望我要能够得到 过程中间如果掌握不好情绪 就会变成是很混乱的一件事情 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你就会是这个人 他今生呢所要注意的功课 所以注意你的太阴心 在你这辈子的哪一个公位 那就这个公位呢 如果你只是在仆仪宫 那你要注意到说 跟朋友之间的这个往来交往 要恰到好处 不要有太多的情绪在里面 好 谢谢大家